铁血战士 这个在科幻影史上能和异形平起平坐的荧幕怪物 横跨了整整30余年 那究竟什么是铁血战士 实际上他最初的创意源于一个笑话 自从史太龙自导自演的洛奇4上映后 奥莱坞便开始流传洛奇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对手 只有外星人才可以与之匹敌的玩笑 这激发了编剧吉姆·托马斯·约翰·托马斯兄弟的创作灵感 铁血战士剧本由此而来 尽管外貌奇丑无比 但造型却又透显出一种奇特的B级趣味和谐点感 能够与人强烈的恐怖惊悚感 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为经典的外物形象之一 据说在设定当初是长成这样的 在章姆斯·卡梅隆等人的改良下 才逐步发展定型 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2018重启版的铁血战士 讲述的是外星战士拥有人类基因 对人类带来一件武器战斗力爆表的故事 故事的一开始就是一段意义不明的太空追车 Apre追飞船 一艘飞船在追兵的压力下 打开空间裂缝逃往了地球 虽然操控台上的铁血一顿操作猛如虎 但依旧阻挡不了即将坠毁的命运 无奈的他只能坐逃生舱逃离了飞船 另一边在一片密林中 男主英俊哥正在这里执行任务 人在林中或或从天上来 逃生舱这一杂 让英俊哥的小队伤亡惨重 不过身为主角 这个时候不减装备 实在对不起这身份 英俊哥发现了一个像是面罩的东西 还有一个手甲 尺寸还刚刚好 这时舱体里出来的铁血 一边隐形一边疯狂攻击这些人类 帮了一批的英俊哥误打误撞 竟然被戴着的手甲救了 看着被击倒的铁血 那忧怨的眼神赶紧溜了溜了 一开始 手甲中突然弹出来一颗身腿瞪眼丸 好吧就是铁弹珠 这是什么东西 英俊哥来不及研究 就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后 外星人研究部门的大黑哥 带领一帮人乘坐直升机赶到 这些年铁血总是隔几年就造访地球 大黑哥一直在跟踪此事 来到小镇上 英俊哥深知这套装备的威力 可没打算上交充功 而是来到一家酒吧 让酒宝帮他寄了出去 顺便还洗涤新技能 这颗铁弹珠竟然有着隐身的技能 把旁边的酒宝可吓得不轻 那回路新奇的英俊哥 或许是为了不被人发现 就这样喝着酒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也不怕被噎着 果然是开挂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很快 这个包裹就被他的儿子小英俊收到 而且并没有告诉妈妈 作为男主的儿子 那必然是坑爹中的佼佼者 在偷偷拆开箱子后 那个面罩映入眼帘 小英俊还以为是老爹给自己准备的万圣节礼物呢 里面的手甲被他一掂量 一看这份量就不轻 他一番倒腾 误打误撞打开了控制面板 并成功打开某种定位装备 而作为唯一一个目睹外星人的幸存者 英俊哥很快就被约谈 为了不让这件事被曝光 他们打算将英俊哥关进精神病院 在车上 他结识了一群骨骼惊奇 身手不凡的特种兵 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即将被军方切之不顾 丢进精神病院 在得知英俊哥是因为偶遇外星人被抓 更是一片哄笑 大漂亮是一个外星生物学家 被请来研究中心观摩抓来的铁血服辱 被注入大量镇静剂的铁血 此时还在昏迷中 话说这帮手无腹肌之力的科学宅 面对有着强悍战斗力的外星人 是一点防护措施都没有 直接就上手摸上去 之所以让他过来 是因为这个铁血竟然有着人类的基因 这可是不得了的发现 难不成它是铁血和人类结合的产物 通过分析铁血随身穿戴的装备 大漂亮推测缺少了一副手甲和面罩 而唯一和这个家伙有过正面交锋的英俊哥 或许知道点什么 大漂亮要求尽快和英俊哥面谈 在上级的收益下 装着英俊哥等人的车 一个急转弯开往研究中心 另一边 小英俊继续在推动剧情 宇宙一艘飞船也跟着飞往地球 这是一名终极铁血 一直在搜寻抓捕一名叛逃铁血 也就是砸向地球被俘的这位 不明飞行物的出现 让研究中心的人顿时陷入恐慌 似乎是感应到什么 实验台上的叛逃铁血苏醒了过来 试图按住他的这帮人 你们是认真的吗 大黑哥火速逃离 为了拿到铁血的血液样本 大漂亮玩了一步 此时的叛逃铁血 已经屠杀了整个实验室 苦于没有消毒 逃生门打不开 大漂亮只得按流程来 谁知偷窥不成反被发现 但铁血对他这种 没有任何威胁的生物没兴趣 转身就走开了 大漂亮跳到嗓子眼的心 才放了下来 通过玻璃柜里的老款铁血头盔 盼逃铁血得知 自己的装备 此时正在小英俊的手中 并顺利扫描到其身份地址 姗姗来迟的英俊哥一行人 一看真有外星人在这里搞事情 还算着得赶紧离开这里 默契值满分的大家 一番神配合 假装打群架 引来押送人员 顺利偷到钥匙 挣脱束缚 劫车逃走 和大漂亮一起 加入了追击铁血的队伍 谁知刀枪不入的铁血 暂力不稳的大漂亮 麻醉剂竟然射到了自己的脚 差点叫被军方杀人灭口时 被英俊哥骑着摩托车给救走 醒来的大漂亮和众人一番插喝打魂 勉强算是凑成一支队伍 并表示铁血此时正在寻找自己遗失的装备 死言一出 英俊哥可吓得不清 自己可得赶紧回家找儿子 此时的小英俊也没闲着 好奇的戴上面罩 鞋子里面跟开机画面似的 播放了一段 这个铁血被注入人类基因的画面 而英俊哥火急火燎的赶回家时 包裹已经空空如也 儿子也不见踪影 原来小英俊竟然把面罩戴在头上 出去逛万圣节了 谁知这家主人是个罪汉 朝着小英俊丢过来一个苹果 面罩的防御功能被触发 一记炮弹就将这个家伙连同房子轰成了渣 果然是不给糖就捣蛋了 架得不清的小英俊 最终丢了这个奇怪的面罩 独自来到一个足球场的他 被中级铁血带来的两只外星狗给盯上 还好此时的英俊哥等人找到了他 眼看外星狗同样也是铜皮铁骨 英俊哥只好一个翻身躲进看台下 趁着外星狗呲牙咧嘴之际 给他嘴里塞了个手榴弹 被炸得满地荧光系的他 终于是成功狗蛋 另外一只被黑老大挤枪下去 忽然就给崩老师了 典型的外星尔哈马 也不知道这么高级的文明 怎么会有这么蠢的狗 咱们地球狗都不会这样跟着猎物就跑好吧 来不及高兴 叛逃铁血一路追了过来 抓住一名同伴示意大家放下手里的武器 英俊哥趁其不备 点起刚放下的枪就叫了同伴 然而叛逃铁血只是想拿回自己的手甲 小英俊不愧是天才 发现了藏在手甲里的飞船钥匙 也正是这个东西 让英俊哥免于被叛逃铁血掐死的命运 但终极铁血此时也赶到 一把将叛逃铁血给薅了出来 由于体型悬殊 叛逃铁血根本不是终极铁血的对手 最终被消灭 人类小队虽然没搞清楚状况 但还是赶紧趁机开车逃走 终极铁血则瞬间启动隐身模式 堂而皇之地离开了 休息途中 大漂亮通过研究那只 从研究中心带出来的血清 得出结论 铁血战士正在试图进行自我升级 他们每到一个星球 就会采取这个星球上 最强战士的DNA进行杂交 天不久刚被秒杀的叛逃铁血 就是由此产生的物种 这时一架直升机直奔他们而来 大黑哥走了出来 大漂亮也从他那得知 铁血战士之所以来到地球 是因为地球在他们开来 已经支撑不了多久 他们想在人类灭亡之前 提取到最强人类的DNA 由于英俊哥这帮知道了真相 还四处晃荡的人 自然是没吃到好果子 大黑哥的人还从小英俊这 套路出了坠毁飞船的所在地 看到他这么轻而易举 就破解了外星信息 大黑哥深感自己的白痴 干脆绑架小朋友上了直升机 眼看自己的儿子被带走 英俊哥也懒得装怂 分分钟撂躺开手人员 大漂亮这边也迎来神助攻 外星二哈吐出一颗手榴弹后 潇洒离开 他赶紧趁机抢到手榴弹 塞到了对方的背包里 自己不仅没被摔死 也没被炸死 你说气不气 英俊哥排出了吞进去的铁弹珠后 带上装备 带上导演安排的直升机 前去营救小英俊 所以这吞下去的意义何在啊 毕竟是救自己的儿子 英俊哥在飞机上 还不忘坐了下战前动员 很快 全篇嚼着口香糖的大黑哥 带着小英俊来到了飞船前 小英俊在密码器上 按下导演的生日后 飞船内舱就被成功打开 突然有了隐身buff的英俊哥 算出来袭击大黑哥 掌握主动权 小队其他成员 也开始突袭外面那帮 从来不查看四周 只知道用枪 瞄准某个方位的雇佣兵们 然而 终极铁血这个时候 却赶到了这里 大黑哥趁机逃脱 所有人吓得是大气都不敢出 迅速各自寻找掩体 只见终极铁血走进了飞船中 利用翻译器和人类对话 表示自己是来摧毁飞船的 你们这帮人中 只有一个真正的勇士 就是那个叫英俊的人 并扬言要带走这个最强人类 说完还很善良的 给了他们七分半钟的逃跑时间 刚刚还一番混战的两方人马 没经过任何沟通 就莫名其妙的和解了 在炸完飞船后 终极铁血开始猎杀人类 大黑哥的作战小队成员 一个个命丧其手 敌在暗我在明 基本毫无胜算可言 混战中被大漂亮拿来 当盾牌的面罩摔落在地 防御功能被启动 对着终极铁血就是一炮 大家趁机强势火攻 看上去一切都还挺顺利 结果一个家伙冲上去近身肉搏 枪都对付不了的家伙 他竟然用刀筒 这个盒犯送的有点冤 大黑哥一不小心 就被自己肩上的攻击炮给爆了头 忽然就毫泛无损的终极铁血 甩飞英俊歌后 单手拎起了大漂亮身后的小英俊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最强人类 眼看小英俊被带上飞船升上天空 英俊歌和队友巴上飞船 飞到高空 终极铁血打开了防护罩 一名队友直接被切成了两截 一个还被隔在了外面 罩子外面这个队友 为了帮助英俊歌 毅然跳进了推进器 在飞船失去控制的同时 英俊歌滑进了飞船内部 不知出于什么心态 终极铁血关闭防护罩后 和英俊歌肉搏起来 之前那么多人都打不过 如今一对一竟然势均立敌了 如果不是主角光环太耀眼 那就是因为其他人的战斗力都为负 飞船落地后 小英俊一脚就踹开了 关着他的玻璃罩 就在英俊歌就要被终极铁血结果了时 用隐身技能顺移到这里的大漂亮 宛如寡解附体 骑在铁血脖子上一阵吐吐 导致他一个踉枪 浮在了飞船旁 小英俊眼急手快 打开防护罩 切断了铁血一只手臂 英俊歌则冲过去 用他手臂上的炮弹 直接将铁血轰成了渣 最后 前半段还要被灭口的英俊歌 莫名其妙的就被升职了 天才儿童小英俊也到了研究中心工作 看到铁血飞船中的一个装置 被人类带了回来 通过小英俊的翻译 众人得知 里面的装备叫铁血战士杀手 果然 里面出现了小小的臂甲 戴上以后就自动展开 成为了一整套反铁血盔甲 竟然连脏便都有 这种敌我不分的战斗装备 总觉得有点微妙 英俊歌不由的感叹 这次终于报到终极装备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这样一个血腥暴力 又黄色笑话满天飞的电影 到底是如何过得神 真的很迷 不过看完之后 我发现这部电影 真的是体现了电影局和影迷 共同进步的大好现象 影迷对外偏阉割越来越敏感 而我局阉割的手段 则是越来越高明 相互斗智斗勇 相互成长进步也是挺好的 导演曾指导过钢铁侠3 这次指导的老铁系列 虽然很硬核 很直男 但故事支离破碎 人物宛如惊分的科幻大片 在现如今确实是很少见 老IP如何迎合新时代和新观众 这个重启版做了一个试探性的示范 屏幕前的老铁迷们 你们觉得可以打几分呢